嗚呼呼! 大家好! 我是臭小黃呀! 今天也是一期有味道的視頻 欸為什麼這麼說呢? 今天要講的這個遊戲 大家一定不會陌生 欸不認識我吃了 他就是來自4399的 無敵的浪漢 所以我剛剛說是一期有味道的視頻 大家應該也瞄懂了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人呢 你別看他的樣子很邋遢 就感覺 就是一個摳腳到漢在路邊睡覺而已 但其實並不然 這個大叔 遠不是我們看到的那麼簡單 他相比我之前說過的大便超人 還有狂比小朋友的小子 還要厲害多了 而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他可以獨自一人消滅一個黑幫 還能單人對抗一支武裝軍隊 還對抗過外星人 反正可以打的他幾乎都打了一遍了 下到地獄 上到天堂 遊戲共有七部 而且七部的劇情緊密相連 相比只會用大便的大便超人 這個流浪漢就不一樣了 他毀了技能可太多了 噴皮屁 放屁 嘔吐 甚至還有更離譜的噴射技能 反正他就是 什麼重口味他就用什麼的 現在彈幕肯定都跳過 這個阿婆主怎麼這麼重口味啊 之前做大便超人 現在又做這個無敵流浪漢呢 我攤牌了 我就是重口味阿婆主 在某一天 一個流浪漢 正在舒舒服服的睡著午覺 此時走來了一個警察 給他來了一棍 並指著旁邊的指示牌 CLTY Dump Keep Out 城市垃圾場禁止入內 可是 咱們流浪漢可是有起床氣的呀 這他能人 直接就給這個警察幫幫兩拳 然後就開始了他的 起床氣之旅 之後流浪漢越搶越氣 氣到什麼程度呢 他是見人就打 垃圾場的工作人員 路過的人 出門買菜的大媽 街邊的混混 黑幫的人 經過的如花 他是一個也沒有放過啊 在遊戲裡我們可以通過 戰鬥解鎖一些新的技能 在打敗眾多敵人 流浪漢徒手打爆了一輛垃圾車後 出現了很多個警察 想把流浪漢捉拿歸案 可惜呀 可惜 他們完全不是流浪漢的對手 但是流浪漢在擊敗他們之後 並沒有選擇去找個地方睡覺 而是把雙手舉起來投降 可能是覺得在監獄裡就能安心睡覺了吧 在監獄裡的流浪漢 確實可以安心睡覺 但是他卻因為他拉屎無沖廁所 還拉的到處都是 生氣的欲有好兄弟一拳直接把他幹醒 就是因為這小小的一拳 沒錯 流浪漢的起床氣又犯了 他不聽好兄弟的解釋 查詢我就他媽有錯啊 直接二話不說 從監獄的C區打到了B區 從B區打到了A區 從A區直接打到了外面 不管是他曾經的好兄弟 還是監獄的警察 都被他打趴下了 直接越獄了 就離譜 出來後不久他就遇到了一輛特種部隊車 沒錯 就是專門來找他的 但是流浪漢憑藉他的金剛拳 還有他的噴射技能 最終還是把這輛車打爆了 然後再三兩下解決掉最後的幾個士兵 之後又找了個地方睡覺了 然後流浪漢前腳剛睡著 後腳又有一個警察過來了 誒不對 這個警察怎麼那麼熟悉啊 我好像在哪見過 誒雙包抄啊這是 你說你惹他幹嘛 要麼就把他刀了 怎麼又敲醒他啊 是不是部長記性啊 但是因為前面的越獄 此時的流浪漢已經被通緝了 然後流浪漢才不管你通不通緝 起床記犯了就是犯了 誰來都擋不住 直接開打 但是這次的敵人也是有備而來的 也是帶了武器來的 手槍 衝鋒槍 甚至連閃彈槍都有 但是 本身硬實力不夠 武器給流浪漢繳了自己用了 他到爽了 拿著送來的槍 去對付路人 還有黑幫的人 最後流浪漢又遇到了一架武裝直升機 在使用敵人贈送他的槍後 流浪漢也是很快就打爆了這架直升機 便又在某棵樹下呼呼呼大碎 但他不知道的是 因為他的所作所為 有很多人正在搜捕他 然後就在不知道過了幾天後 他又霜弱灼被人高興 但是我至今想不明白的是 難道上級給他們的命令是 捕捉最強狀態下的他 這次的敵人都是有備而來 雖然普通的槍都打不過他 那就帶手榴彈 火箭筒 這次的BOSS居然是一輛重型坦克 不過我們流浪漢可不怕 直接吃手工錢就打爆了這輛坦克 然後又再次進入了夢鄉 不過這次終於不同於之前的經歷了 這次流浪漢被天空飛來的外星飛船 給吸上去了 在外星飛船上 流浪漢依舊睡得很香 外星人應該是看上了流浪漢的技能了 想將其納為己用 於是用一根管子 將流浪漢的技能都爐取到了機器裡 這一操作 又驚醒了流浪漢 結果 懂得都懂 流浪漢又雙觸發了起床氣狀態 流浪漢爭透了束縛 對此外星人就是一對猛獸 原來剛剛外星人的操作 開局出來進行克隆了 現在流浪漢已經忘記了之前的技能了 但是還是可以重新學會的 但是 就算是開局沒有技能的流浪漢 還是很快就打敗了飛船上的外星人 還有外星人克隆出來的自己 在打敗所有外星人和克隆人後 流浪漢在飛船上隨便找了一個地方就睡著了 看來是真的沒睡過覺啊 因飛船無人操控 在過了幾天後 因為飛船燃料耗盡 然後就有了 公元2110年1月1日 距離飛船能源完全枯竭 還有3650天 為了解決能源危機 無敵流浪漢 製造了賽爾機器人 哦 不好意思 暢台了 所以流浪漢就和飛船一起毀滅在了宇宙裡 隨著飛船的毀滅 流浪漢居然來到了地獄 在這裡 他依然是呼呼大歲 然後就被這裡的惡魔 一拳錘醒了 惡魔指著旁邊的指示牌 誒這句我會唸 Welcome to Welcome to Hell 歡迎來到地獄 在地獄就不跟在人間一樣了 在這裡 有一些不同的怪物 還有 長手打短手的傻逼 在這裡流浪漢還遇到了紅色的沙彈 也沒怎麼強吧其實 我血都不太掉的好吧 打敗了沙彈後 流浪漢的悲傷突然長出了一對 頭上也冒出了一個光圈 沒錯 他生仙了 流浪漢打贏了沙彈後來到了天堂 然後就在天堂的門口繼續睡覺 但是就算來到了天堂 這裡也並不歡迎他 heaven no hobos loud 天堂不允許流浪漢 在睡覺的流浪漢 又又又 雙弱雀被打醒了 然後 然後流浪漢一如既往的開啟了體長氣形漢 大鬧了天堂 終於 天堂的神也看不下去了 準備給他上了一個 然後沒想到自己給上了一個 然後上帝就抓起了流浪漢 不得不向他示弱 畢竟是真的打不過 上帝向流浪漢 就展示了天堂上每個人的生活 其實我們也是從流浪漢過來的 最後流浪漢的起床氣終於過了 躺在了一顆金樹下面就又睡著了 這次他可終於能睡一次好覺了呀 到這裡無敵流浪漢的故事就結束了 雖然遊戲的劇情有一點點重複 但是至少結局是好的 你說他只想睡個覺啊 他有什麼錯啊 他確實沒錯 但是也有錯 他錯在了他選錯的地方睡覺 他的想法確實很簡單 只是想睡覺 卻因為他選錯的地方 從而有了後面這麼多的事情 其實這個無敵流浪漢 還是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的 那就是他做事專一 認定好做一件事 我就要睡覺 就一定要做好 喜歡屏幕前的你也一樣可以做到 如果有哪裡說漏 說錯的地方 也歡迎在評論區補充 那麼本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 我是臭小黃 我都說了這麼多了 你們就給一個三連吧 我們下期再見 拜你個吧 嗚呼呼 大家好 我是臭小黃呀 那麼之前我已經出過一期 只能16歲以上的用戶玩的遊戲 二戰前線系列的遊戲了 在4399推介首頁上的 二戰前線二無敵版 推塔版的二戰前線 二戰前線突擊隊 還有其他版本的 之前說過二戰前線 其實是有第三部的 還有其他版本的 之前說過頂讚過一千 就出一期第三部的視頻 那麼今天這期視頻 我就來盤點剩下幾個 二戰前線的版本 第一個 二戰前線3 二戰前線3是2011年發行的 是二戰前線的第三部 這個版本知道的人 就應該沒那麼多了 這個版本改了很多東西 就比如 這個畫風 對比之前的 就離譜 原本二戰前線2 無論是主角 還是敵人 都像小孩子一樣 都是Q榜像素風 現在第三部了 直接長大了這麼多 就連敵人也都長大了 而且這一部 作者還加入了一個女角色 但是這個遊戲只能一個人玩 無像合金彈頭 能兩個人玩 所以多一個女角色 只不過是比之前多一個選擇而已 還有就是男角色和女角色的武器 是有一些不一樣的 還多了一些之前沒有的武器 就比如雙AK 我去 一把一K我都壓不住 更何況這兩把我怎麼壓 還有雙槍 IS就可以向兩個方向攻擊 但是這樣就會失去下蹲動作 還有 這個遊戲 也是更像合金彈頭了 在遊戲裡玩家也是可以駕駛機甲的 只不過這機甲比較笨吼 不能跳 只能左右走動 如果不是無敵版 子彈就會有限 可能打著打著就沒了 會自動給你換槍 而且也是每個關卡都會有一個BOSS的 總的來說還是挺好玩的 但是有一個缺點 就是現在還沒有中文版 第二個 士兵突襲無敵版 是不是感覺這個名字很陌生 雖然這個遊戲的名字沒有一個字 有關二戰前線 但是它卻是二戰前線系列的遊戲 可能這也是它沒那麼火的原因吧 士兵突襲繼承了之前說過的 二戰前線突擊隊的玩法 同樣也是推塔類的遊戲 這不就是合金彈頭版的英雄聯盟嗎 相比之前的二戰前線突擊隊 這個遊戲的難度就很容易了 我敢說 撒把米在劍房上 一隻雞拉王都能通關 因為你隨便派一隻隊伍 都能摧毀敵人的防禦塔 遊戲還加入了別的玩法 比如 在推塔的遊戲模式下 還加入了類似舊人質的玩法 還有生存模式 玩家靠自己 還有自己建的防禦塔 來抵禦敵人的進攻 擊殺敵人就可以獲得創建防禦塔的金幣 這遊戲雖然名字叫無敵版 但是還是會沒的 還有也不是無限金幣 而且也是沒有中文版的 地塔版 第三個 二戰前線塔防版 顧名思義 就是完完全全的塔防遊戲了 玩家可以在遊戲裡召喚士兵 還可以在空位上建防禦塔 一共是有三種防禦塔 有砲塔 電擊塔 還有激光砲塔 可以升級防禦塔來提升他們的射程還有攻擊力 另外玩家的角色也可以攻擊敵人 我覺得吧這個遊戲的無敵版比較好玩 畢竟有無限金幣 玩法可以更多 就比如可以一直叫士兵 不要建防禦塔 總的來說 二戰前線這個系列的遊戲還是很好玩的 玩過這幾個遊戲的小伙伴 不妨打開4399再去回味一下 沒玩過的更是可以去嘗試 喜歡這類視頻的小伙伴 不妨給小伙伴點個讚吧 那麼本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 我是臭小黃 你們就給個三連吧 我們下期再見 拜你個吧 嗚呼呼 大家好 我是臭小黃呀 今天給你們帶來一款來自4399的遊戲 這款遊戲呢 我說名字 你們可能不認識 但是我一給你們看遊戲畫面 你們就會說 哦 這遊戲 我小說玩過 叫什麼來著 我來回答你們 它叫二戰前線 這是一款比較古老的遊戲了 我願稱它為 4399的合金彈頭 什麼 你們不知道合金彈頭是什麼遊戲 那巧了 那我就可以出一期合金彈頭的視頻了 想必這款遊戲也是在做很多人的童年回憶 但是呢 這個遊戲可不只有剛剛放的那些畫面 它有第一部 有無敵版 有不是無敵版的 還出了超級版 增強版 還有很多個版本 那麼我們大多數人玩的呢 應該都是二戰前線二無敵版 肯定會有人問了 你是怎麼知道的 是不是偷虧我電腦啊 不是啦 這遊戲不就在4399的推薦首頁上嗎 那麼今天這期視頻呢 我就簡單的說幾個我個人認為比較好玩的版本 首先第一個 英軍陸戰隊 它應該是二戰前線的第一部作品 至於為什麼叫這個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覺得這是最像合金彈頭的一個版本了 因為這裡也是可以投資手遊彈的 還有武器也是靠吃字母升級的 而且是沒有無敵版的 所以就比較有挑戰性了 唯一不像合金彈頭的就是只能一個人玩吧 如果有小夥伴實在看不習慣英文的 這個遊戲還有中文版的 玩過的小夥伴可以扣個1 還有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啊 這個遊戲是適合16歲以上的用戶的 不過我記得我小學就接觸了呀 第二個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版本 就是在4399推薦首頁的二戰前線二無敵版 無敵版 不明思議就是無敵的死不了 除了一些特殊情況 比如摔下懸崖 掉到毒水裡 而且無敵版還有無限子彈的 就很對得起無敵這兩個字 它跟前面第一步比起來 就是不能邊開槍邊投資手榴彈 而且這裡面是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武器的 比如什麼大砍刀 手榴彈 龍頭炮什麼的 看到這龍頭炮 有沒有種DNA洞的感覺 把椰青葵打在公屏上 如果你耍大牌 不學武器的話 系統也會自動幫你選擇幾件武器 而且玩家還可以自己選擇關卡 另外 這個版本也是有中文版的 而且也是適合16歲以上的用物 第三個 叫二戰前線突擊的無敵版 這個版本跟之前兩個版本的玩法就大不相同了 因為這個遊戲都是一個人玩的 可能設計師良心發現 可能設計師覺得玩家一個人玩 太過於無聊了 所以設計師就在這個遊戲裡面加注了坦克 飛機還有部隊 玩家的目標就是進攻敵方的防禦塔 直到摧毀掉敵人的堡壘而取得勝利 就類似於推塔遊戲 王家通過使用金幣 來派出部隊跟自己並肩作戰 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個版本了 就有種帶兵打仗的感覺 而且玩到後面也是越來越難打的 如果看完這個視頻有想玩的衝動 那還等什麼 心動不如行動 趕緊打亥游染器 搜索4399去玩啊 喜歡這類遊戲的 不妨給小黃點個讚 我還看了 二戰前線還是有第三部的 然後還有其他的版本 如果有想看其他版本的 點贊過一千 我再出一期視頻好吧 那麼本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 我是臭小黃 你們就給個三連吧 我們下期再見 拜你個吧 嗚呼呼 大家好 我是臭小黃呀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玩過什麼奇葩遊戲呀 反正我是玩過不少 就在前幾天 我是真的無聊 然後呢 我就又雙打開了4399 然後我就滑著滑著 想著看看能不能找到什麼好玩的遊戲 結果呢 我就看到了這麼一款遊戲 我吃雞賊牛 這名字 蛤 哈哈哈哈 這名字 雖然有點那麼小中二 但是加上這封面 我兩個字來形容 無敵 然後我們點進去 操作指南 就還是我們很熟悉的打點sad移動 然後鼠標左鍵射擊 然後遊戲目標 合理操作 哦意思就是這遊戲有外掛是吧 進入遊戲 可以 還有8秒的廣告時間 打錢 我們直接進入遊戲畫面 這畫風 這操作 不就是電腦版的元氣騎士嗎 然後改成了玩家對戰 等一下 這又是什麼遊戲 你看這把槍 來玩一下 按住屏幕開始遊戲 啊 啊 這 就鍋巴過關了 真是無語跟無語他媽做親子見地 真他媽無語啊 那有什麼好玩呢 下一個下一個 點穴神功 這頭像 應該是個有意思的遊戲了吧 誒 不是這麼玩的嗎 這個遊戲 不對 剛剛這裡有個紅點 然後我直接走過來把它吃了 但是這遊戲叫點穴神功 聽名字 這遊戲肯定不會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現在去看一下遊戲說明 遊戲目標 合理操作 讓人物到達指定穴位 通過關卡 我搞半天卡了是吧 你他媽的 那這遊戲也太簡單了吧 等一下 我想上廁所 確實有誰能拒絕一個會拉死的男孩子 這遊戲 啊 就成功通關了 這不是我哪來玩都能 誒 什麼東西啊 我上個廁所都能被警察抓的 不是吧 哦 我誤了 原來剛剛是男廁所 有警察也正常 不是 剛剛有警察 你說他是人 我能理解 現在你來隻獅子是什麼東西啊 我玩不玩了 算了算了 下一個 哎呦 這個 先不管他遊戲名字叫什麼了 就衝著這個封面 我就敢肯定這遊戲好玩 這畫面 封不住了 家人們 這遊戲是搞笑遊戲吧 先不說這遊戲內容是什麼樣的 就看這畫風就夠搞笑了 這不就是電腦版的跳一跳嗎 劇別就是這個籃球人可以二段跳 這遊戲還算正常吧 下一個 畫線扣籃 聽這名字 是不是覺得這個遊戲很高端的樣子 但是啊 我不知道作者是不是對扣籃有什麼誤解 說是扣籃 卻跟扣籃一點都不沾邊 總結一句話 打籃球和不打籃球的都沉默了 花木蘭的被動 亞瑟的E技能 還有幹人的致命打擊 都沒讓我這麼沉默過 就離大路啊家人們 這還有一個 子彈先生 哎呦 這個遊戲可就牛逼了 雖然玩法簡單 就 把鼠標 放在敵人的身上 然後點一下 他就嘎了 但是呢 我剛剛說了 這個遊戲是有他的牛逼之處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可能正常人不會發現 但是我 臭小黃 發現了 他就是 子彈時間 這遊戲有細節的呀 那麼你們有沒有玩過類似這種奇葩的遊戲呢 歡迎在評論期評論 我會去看然後去玩的 那麼本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 我是臭小黃 你們就給個三連吧 我們下期再見 拜你個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臭小黃 今天帶來的這款遊戲 它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憶 這個遊戲就是4399的 Q版泡泡糖 那麼現在彈幕就會有人問了 這個臭小黃不是都不露臉的嗎 怎麼今天突然就露臉了 誒不會今天吃錯藥了吧 其實呢 今天是我的生日 屏幕前的你 可以對我出去生日快樂嗎 不過準確來說也不是今天 是31號 但是為什麼要今天發這個視頻呢 誒懂的都懂吧 那麼說到Q版泡泡糖 它一共是有七部的 七部的劇情 哦這遊戲沒有劇情 Q版泡泡糖畫風可愛 操作也是簡單的 WSAD加控格 但是就是這種簡單的操作 卻讓玩家們無比的上頭 也是無數玩家們的童年回憶 Q版泡泡糖誕生於2008年 遊戲起初的角色是四個機器人 小粉 小黃 不是 這小黃怎麼是女的 差評 還有小藍和小綠 這是多少人夢開始的地方啊 遊戲的第一部 除了增加基礎屬性的道具外 也是有很多道具的 誒什麼地雷 火箭 冰凍 等等 但是你別說 這第一代的人機是真的難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變菜了 我記得小時候對付他們 不嘎嘎亂殺嗎 現在 第三關都過不了 隨後不久 Q版泡泡糖2就出現了 相比第一代 道具的種類也添加了很多 還加入了坐騎 而且坐騎都是有自己的特點的 還能幫玩家抵擋一次攻擊 等於玩家的第二條命 而且遊戲還加入了武器模式 收集模式 還有圖色模式 玩家還可以自定義選擇關卡數 敵人個數 遊戲難度等等 那像我這種喜歡挑戰高難度的 肯定開局就把難度拉滿了 然後 然後第二關就敗了 無敵 然後在人物方面 也發生了點變化 不對 怎麼看著怪怪的 小黃 怎麼 這小黃怎麼是女的 差評 我懂了 一定是策劃聽到我說要給差評 連夜把小黃改成男的 可以 我直接好評 再不知道過了多久 Q版泡泡糖上來了 嗯 嗯 嗯 這是Q版泡泡糖 對啊 我沒點錯啊 怎麼變化這麼大 嚇得我直接連夜下載了國家反戰APP 這個版本的泡泡糖看著就陌生了吧 陌生就對了 我也沒玩過 這個版本的泡泡糖相比剛剛的第二代 可成熟太多了 不對 看著就像兩個不同的遊戲 遊戲的玩法也沒發生什麼變化 不過加入了兩個新的模式 水槍模式和競速模式 這個版本也是加入 還有替換了一些道具和做起的 由於這個版本的大概並不是很理想 所以Q版泡泡糖4就出事了 這次作者還增加了兩個新的角色 小紫和小黑 而且還違規了二代的機器人畫風 這個版本想必是在做各位的入坑之作吧 本人就是這個版本入坑的 同時這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個版本 因為他能實現穿衣自由 喜歡這個版本可以摳個1 我看看有多少人眼光跟我一樣啊 把1給我塞滿整個屏幕 Q版泡泡糖4也是加入了新的道具和做起 但是遊戲模式和玩法就沒有什麼變化了 不過遊戲的手感有明顯的提高 但是怎麼說呢 我還是覺得第一代的人機才是YYDS 在後面就是Q版泡泡糖5了 這個版本我是真的會卸 居然沒有中文版 就對於我這種英語一洽不通的人來說 我是真的會卸啊 玩法上面還新加注了兩個不知名模式 恩... 由於我的知識有限 所以這兩個模式的名字 就交給屏幕前的客代表了 然後角色方面又加注了兩個 分別是小...雙馬尾律和小陳 道具和做起方面 做起的變化會多一點 隨後Q版泡泡糖就推出了第六部 我是馬六 第六代增加了一個生存模式 就是讓玩家躲避炸彈進行生存 而且還增加了很多花里無哨的道具 使得遊戲變得更加有趣 具體還有什麼 這版本好像也沒有中文 我真的刷NQ 然後就是Q版泡泡糖的最終作品 Q版泡泡糖7了 點擊開始遊戲後會出現一段動畫 大致的意思應該就是八名機器人 一起競爭冠軍得到獎杯 這也是在某種意義上 就說明了這是Q版泡泡糖的最終之作了 遊戲一共有四種模式 經典模式 生存模式 獅鬥人模式 收集猩猩模式 和冰人模式 最後一步 作者沒有加入太多的道具做起 作者更多的是將遊戲不足的地方進行完善 把最後最好的Q版泡泡糖作品帶給我們 也以此 來對Q版泡泡糖這個系列做一個美好的完結 Q版泡泡糖 這款當年火爆全網的小遊戲 給了一種 一聽名字就立刻想起來 這不是那個4399推薦手頁上的遊戲嗎 我就是沒玩過 也經常看到過 但是由於現在的遊戲在不斷的推出 Q版泡泡糖這個我們童年熟知的遊戲 也漸漸的 不再出現在4399的推薦手頁上了 不能再像以前一樣 一打開4399就可以馬上打開這個遊戲 它雖然在4399會被其他的遊戲給擠下去 但是在我們的心裡 它卻能保持著我們原來看到的高度 當然也要感謝遊戲的創作者 給我們帶來了這麼美好的童年回憶 遊戲有很多模式我沒有去說 欸 並不是因為我啦 是因為我想讓你們再次打開4399 去回味那個當你當你那麼少的遊戲 那麼本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 我是臭小黃 我們下期再見 拜你個吧 燙了個頭 我燙了個頭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家這雲雷 應該沒人發現吧 下期再見